大家好 我们很多人在炒苦瓜的时候都是直接先放油 其实这都做错了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苦瓜吃着不苦 而且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先把苦瓜的瓜囊去掉 记得一定要把里面的这层白膜也给他挂掉 这样苦瓜就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的苦味 挂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苦瓜切一下放入盆中 往里面加一勺食盐 抓拌均匀之后腌制15分钟 时间到了看一下 淹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把苦水倒掉 往里面再加入清水 洗掉盐分 接着用力把水分攥干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起锅不烧油放入苦瓜 炒出苦瓜里面的水汽 大概炒30秒左右出锅备用 接着起锅烧油把五花肉炒香 再下入蒜末和红椒翻炒 好吃的关键是下入一袋这个非常下饭的外泡菜 接着继续大火翻炒 外泡菜炒香之后下入苦瓜翻炒均匀 加适量的食盐和生抽调味 大火翻炒 炒熟即可出锅 苦瓜这样做吃着不苦 搭配上外泡菜非常的开胃为下饭 不管是半米饭还是半面条都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都说要职好到一来